本期话题,俄军在顿巴斯地区在攻下一城,距离红军城已不足20公里。 乌克兰军队士气崩了,上万人当逃兵。 俄罗斯国防部9月8日宣布,俄军中部集群完全控制靠近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的小城新赫罗迪夫卡。 新赫罗迪夫卡位于红军城东南方向大约19公里处,控制这座城市意味着俄军打开了通往红军城的大门。 乌军总参谋部当日晚发布战报,称俄乌两军围绕包括新赫罗迪夫卡在内的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发生激烈争夺,乌军在乌东部地区23次击退俄军攻势,当地战事依旧胶着。 面对乌东地区胶着的战况,乌军下一步会加强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的防守,因为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的战略要地,这里是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地区的后勤枢纽,多条铁路和公路经过这里。 一旦波克罗夫斯克被占领,将切断乌军补给线,可能导致乌军整条防线崩溃,乌军将不得不放弃大量的阵地。 俄军则可以从红军城前出,禁逼乌方林石州政府所在地,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其他城市,有助于俄军尽快实现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 在俄军突击行动的压力下,乌军已经离开了位于谢利多沃南部的医院大楼区域的阵地,乌军或将会继续收缩战线。 他们建立坚固的防线,特别是在关键的城市群落周围,以抵御可能的进攻。 旨在将某些大城市转变为拥有重兵防守的要地,通过这种方式,乌军希望能够在激烈的战斗中坚守阵地,拖慢俄军的进攻速度,并寻求反击的机会。 乌军着重加强了顿巴斯地区几个关键城市的防御攻势建设,包括增设防御设施以及部署重武器等。 他们会利用这些城市作为据点,对敌军进行顽强的抵抗和反击,以消耗敌方的有生力量,争取逐渐改变战场上的攻防态势。 在俄乌激烈交战的当下,部分乌军士气低落,出现了大量的逃兵。 美媒当地时间9月8日报道称,俄罗斯长达两年半的猛烈攻势,让许多乌克兰部队伤亡惨重。 增援部队寥寥无几,导致一些乌军士兵精疲力竭,士气低落。 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和乌东前线其他地区的步兵部队情况尤为严重。 一名正在波克罗夫斯克作战的匿名乌克兰部队指挥官对美媒表示,并非所有动员起来的士兵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但大多数人都离开了。 他还称,新兵去过一次阵地,如果能幸存下来,那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们要么离开阵地,要么拒绝上战场,要么想办法离开军队。 据乌克兰议会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前四个月,乌克兰检方就对近1.9万名善离职守的士兵提起刑事诉讼,这一数字包括前线和后方的士兵。 美国媒体称,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不过,乌军短期内还不会全线崩溃,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多,虽然说美西方国家的援助力度下降,但是乌军已经拥有了很多相对先进的装备,乌军自身经过战火洗礼,也涌现出一些战斗力较高的精锐士兵和优秀的指挥官。 并且他们还修筑了牢固的防线,给俄军推进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乌总统泽连斯基9月6日表示,应该在这个秋天终结冲突,也算是给了乌军士兵一个盼头,起到鼓舞乌军士气的作用。 俄政治学专家伊万,栗赞也表示,目前俄军要迅速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和乌格列达尔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认为乌克兰尚能支撑,拜登一向是坚定支持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曾表示,永远感谢拜登总统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尽管目前拜登马上就要卸任,但是他也不想给民主党留下一个烂摊子,此时美国政府除了偶尔给一两亿美元的援助外,也没有新的援务动作,表明美国政府可能也认为,就局势而言,不能让俄乌冲突继续升级,只需要让乌克兰持续消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就好。 虽然乌克兰基本失去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维持乌克兰政府和社会运转的动力完全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援助,一旦西方国家停止援助,乌克兰确实有可能权限崩溃,但是大部分西方国家不会彻底停止援务,他们还需要乌军继续抵抗俄军的进攻,消耗俄罗斯实力。 综合而言,乌军会收缩阵线,加强的波克罗夫斯克防守,以一些大城市为堡垒,在激烈的战斗中坚守阵地,拖慢俄军的进攻速度,消耗俄军有身力量,并寻求反击的机会。 乌军短期内也不会全面崩溃,俄军想要迅速拿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罗乌战场,乌军处境艰难,如果乌军还想再开辟新战场,那就真的有可能导致顿巴斯地区权限溃败,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泽连斯基如果要继续赌下去,可能就会一无所有。